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個老婆沒有離開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你在外面沒有別的女人 很多女人把這個列為是 離不離婚或者家庭等等的人際關係 裡面的最後一道防線 那你沒有踩了這個紅線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 他都願意就是說 反正孩子也需要照顧 所以就守著這裡 那麼很多的女人 因為踩了這個紅線 而那個男人可能沒有太多的 犯像你這樣子的暴跳如雷 或者傷害 總之傷害到自己 對不對 這樣的事情 他們都選擇離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紅線是 所有的男人都要知道 他真的是太危險了 你看 我真的不信你回家 問你老婆看看 他沒有走的理由 是不是有一個 而且非常大的主因 是因為你沒有在外面亂搞 真的 我太太說過一句話 如果你讓我知道你在外面亂搞 那就拜拜了 對啦 這是女人的最後一條防線 國務員現在有工作嗎 我剛找到一個工作 OK 所以開始有收入 開始 還沒有啦 因為還沒滿一個月 但是我發覺我的心 有點穩下來了 因為之前真的會晃 我那時候為了找工作 我有讓我太太安心 我常常跟著她一起出門 然後她前腳出門 我後腳出門 然後我就繞了一圈 然後我又回來 然後就在家裡面睡一整天 她都不知道 她以為我去見朋友 去談新工作 談新的事業 她都不知道 你不是說要誠實嗎 你還是騙她 面子嘛 這個白色謊話 白色謊話 真的 我覺得大家都在批判她的時候 我以一個前長官的 我覺得她也算是勇敢的 因為跑很多社會新聞 通常這樣不只是這樣子 通常再下去 這狀況就很慘了 她是在壓抑 然後又排解自己 又在壓抑 在排解自己 不斷的一直在recycle 這種東西 你也很痛苦 她也很痛苦 兩個都很痛苦 那時候為什麼不帶 因為我那時候有 我有換公司 然後我帶兩個記者走 我沒有帶她 她耿耿於懷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不穩定 其實我真的要覺得 你老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你也很了不起 我也肯定你 我講真的 你在這幾年的改變 紅衣哥他改變很多 他比現在 以前更不穩定 可是他現在 他可以在這麼多年 在大陸的那種孤獨下 然後在那種 他可以把自己控制 你沒有賞下去 你也沒有把事情做到絕 做到錯 我覺得你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你現在可以面對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想聽到 他跟他講出他老婆 我對不起的地方在哪裡 他就同理心了 你們就好了 你們就沒事了 他自制力很強 這塊我覺得承認 但是你只差一個說 你只能講出說 他這幾年 他每次回來的時候 那種陰暗面 看到我暴跳 如果心裡面那個心在跳 但是我又不能跟他怎麼樣 你能講出來 我跟你講就OK了 你的狀況比那種殺了老婆 在家暴 然後那種好多了 我覺得我鼓勵你 要鼓勵你 如果每個人說你完了 你生病 我覺得你可能會更否定自己 我覺得你很棒了 你剛剛那個感覺就是 有一個人說 他本來要出去買一支槍 回去殺了老婆 可是走著 看到賣巧克力 後來買了一盒巧克力說 要回去給老婆 想想老婆也不錯 可是回到家以後 巧克力交給他 又回來想 真的該買一支槍 可是醫生能不能告訴他說 在他那個生死不死的時候 就是正在爆發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轉移他的注意力 或者是說他可不可以 你教他一個什麼方法 在那個時候 對可以把自己給比較鬆弛下來 醫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揪著你一句話 就是人不能孤獨的 錯 你才要學習孤獨 那個才能治療你 因為你沒辦法回來 去習慣那個孤獨 你就會開始 是不是我要幫你 幫你幫你 把自己壓死了之後 再爆發出來 壓死了再爆發出來 你能不能跟自己獨處 你要去學 你不是自己一直困在裡面 說我對不起 我不對不起 我要讓我岳父 我要 你是單方面一直在出 你有沒有回顧過程 陳國元你快不快樂 你老婆快不快樂 你每天有沒有問自己這句話 你沒有 你只是問說 我有沒有給老婆什麼 有沒有給藏人什麼 你回來愛自己 然後學習孤獨 你剛剛那句話是錯的 回來問問看看 我能不能自己孤獨 不過這個 我覺得有字講的沒有錯 因為我很喜歡看日本節目 日本節目常常有一種 有一種人是到自己到鄉下去 種田 有嗎 種好幾年對不對 我很羨慕那種生活 真的 我也是 然後呢 我就覺得我他一個人那麼孤單 而且過得其實還滿辛苦 因為種田嘛 可是他甘之如矣 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人喔 你很孤獨 人在很孤獨的狀態下 能夠安排自己的生活 然後過得很豐富跟愉悅 這個人叫做深度 是 人不是不能孤獨 但是你要有辦法安排你自己 安排主要是心靈的部分 這個大家現在都可以做 因為武漢肺炎 大家都很孤獨的 也不能去跟朋友 或也不能怎麼樣 所以你剛剛的那一句話 我覺得可以給全國現在 現在孤獨隔離 而且沒有外面接觸的人 都應該來做一個學習的過程 真的不只是對你 真的這個時間太需要這樣的 謝謝 謝謝